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2000年的美国科幻电影《第六日》 由施瓦辛格主演 讲述了老哥成为克隆公司的试验品 被克隆人顶替生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未来 克隆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可以复制任何生物 包括神类自己 但政府颁布了《第六天法》 言令禁止克隆神 施瓦辛格饰演的男主亚当是个在私人飞机场工作的飞行员 他有漂亮的妻子和懂事的孩子 生来厌恶这些违背自然的基因克隆技术 在亚当生日这天 他迎来一个大客户 宠户克隆公司的老板土豪哥要乘坐他的飞机上珠峰滑雪 但亚当却想提前下班去给小女儿小美买他想要的虚拟机器人 以便代替家里刚刚去世的宠户狗 于是他的搭档龙套哥顶替亚当驾驶 结果却在珠峰上遭到枪杀 亚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他在商场买了一个女孩机器人就兴冲冲地回家了 当亚当一回家就发现去世的狗子被克隆了 他还发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参加他的生日宴 亚当立马反映过来 屋里那个人是他的克隆神 这时两个杀手出现想带走亚当 混乱之中亚当连忙开车跑路 他从杀手短发截口中得知自己成了克隆公司的试验品 多出来的一个必须死 亚当好不容易摆脱杀手的追捕来到警局报案 但警察却当他精神有问题 而杀手队长冷酷叔接到线报 连忙赶来警局抓亚当 亚当机智地破窗而出 却遇到死后被克隆的杀手蒙逼哥 于是他又送蒙逼哥领了盒饭 亚当找到了搭档龙套哥 但他不知道龙套哥也是个克隆人 甚至连龙套哥本人也不知道 他带龙套哥去看了自己的克隆人亚当二号 他看见亚当二号和自己的妻子浓情蜜意 那是一个气呀 紧接着龙套哥又被突然出现的杀手投金哥暗杀 原来投金哥是反克隆组织的激进分子 亚当从他嘴里得知龙套哥早就死亡的真相 他还说土豪哥也是被基因博士韦恩 克隆出来的克隆人 这时冷酷叔带着杀手出现 亚当绣了一波枪法 打伤他们成功逃走 亚当利用短发节的手指潜入克隆公司 他找到了实验室的韦恩 才知道龙套哥是被投金哥误杀的 克隆公司为了弥补过错才复制了亚当 结果复制完 他们才发现亚当没死 韦恩也明白了 克隆人是错误的 他给了亚当土豪哥的克隆代码 希望他能结束这一切 亚当害怕土豪哥对自己的家人下手 他来到小美的学校 却发现妻子和小美已经被杀手带走 亚当和亚当二号见了面 他们决定一起救家人 亚当闯入了土豪哥的大本营 他面对复活无数次的克隆杀手 非常无奈 于是他假意投降 被他们带到了土豪哥身边 土豪哥却说亚当才是克隆人 克隆人眼皮下都会有一个记号 短发姐已经被克隆过四次 所以他的眼皮下就有四个记号 随后亚当在自己的眼皮下 也发现一个克隆人的记号 接着他就被土豪哥利用仪器 盔烫了记忆 原来他把代码给了亚当二号 此刻亚当二号破坏了大楼的照明系统 救下了亲女 亚当趁乱打伤土豪哥逃脱 土豪哥用尽最后力气 又克隆出一个自己 却因为亚当搞破坏 导致克隆人瑕疵巨大 奇丑无比 丑陋的土豪哥自食恶果 摔下高楼狗屁 而亚当在克隆公司安装了炸弹 然后在亚当二号的接应下 离开了即将爆炸的克隆公司 最后亚当也看开了 自己才是克隆人的事实 他把家神留给了真正的亚当 就开始了自己的旅途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